那么到了三四节 当北京队派上双外援的时候 上海队只有二号外援 DJ怀特上场 而我们在节间采访到阿里纳斯的经纪人 他说很可能是副狗拉伤 那么现在没有任何的及时诊断 阿里纳斯已经离开了球队旗 看他整个下场的这个动作应该是拉伤 不应该是顶伤 前场球 不知道上海队在下半场能不能够在进攻上 包括防守能做一些简单的调整 因为在整个上半场 他们在进攻当中缺少这种稳定的得分点 另外一个他们在防守这个区域 整个缩的比较小 这边是马布里传球失误 以这怀特想断下来 大打小 连续传球很好的机会 怀特把球 篮板球控制住 再找机会进攻 大家刚才通过我们的画面也看到上海马基斯的 俱乐部老板姚明也来到了现场 那么在刚才的半场就役的时候 我们也给他进行了采访 我们待会呢 可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放 姚明也谈到了他对联赛的既望 以及对外园包括赛事的一些看法 说的也是非常细致 连续众球 这场上船中不是说特别的稳定 而谁 可以说是 那么他有一个习惯 也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 他在国家的训练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了 他到了篮下以后 他总是要找去犯规 那么他 其实有的时候 你可以去找犯规 但是是你位置不好的时候 当你位置很好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去直接进攻 他有这么一个习惯 球这边 上一队也打了一个船切 刘伟切入到篮下 来17分 现在看来就是 阿里纳斯突然受伤 对上海的影响非常大 我看上海这个防守区域 已经阔出来了 那么这个莫里斯在 在圈顶这个发动配合的时候 已经不能够随便的去接球 而且他这个防守非常有效 那么逼着莫里斯去单干 这样的话 这球莫里斯把刘伟的球盖下来 反击 再球撞人 莫里斯打得稍微有些急躁 这个球 防守位置似乎站得已经是比较早了 防守位置似乎 防守位置似乎 给到刘伟 王教会放刘伟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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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打但是 没有斩获 我觉得这个不是上海队应该是在阵级进步当中去做的 能不能你有外援 而且有一些标本性的点 能不能给我刚才这个时候工作实际上有点勉强 莫里斯发现上海队的防守是不此之彼 这个是莫里斯最愿意的一个人 这个从后面跟进到前面 然后去直接去靠篮 上海队现在整个阵地进攻当中缺少这些非常有效的去突破 那么能够突到三秒区之后 这个球再打出来打进去 这样的话整个进攻会更有危险 把整个北京的这个防线会拉得去更大一些 我们看北京之所以获得了这么多投篮的机会 这样跟莫里跟他的外线的出分是有关系的 这边急者又是抢断成功 直接杀到篮下 看这一球 明显显示DJ怀瑟呢 没有想到急者这边突然发力 自己预判不住 我觉得他们在整个开局 包括到现在 阿里纳斯回来了 回来了 但是看样子不大可能上场 而且表情也是比较突破 对对对 观众 你能想要 我们先到 quando再过去 其实比较多了 就是干事 我们先到在几年中 那我们先到达一个 前方的事情 并就如罪坡 我们先到达一个 要敌台的 三年闪 现在我们可以不用去关心大将军的伤势究竟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时间自会给我们一个答案 那我们先看看比分的情况 现在比分的差距是22分 看上海还是这个问题 整个这个进攻突破的人才能突破能造成威胁突破的人开始 都是在外边转靠内线背对篮打 一段时间可以如果你整场比赛持续这种进攻的话 对对手防守来讲是一个非常轻松的事情 因为你没有这种有效突破 他的防线不用从一侧骗到另外一侧 好球这边上海的防守阵径再次出现问题 北京队 北京队就是有一点今天体现的特别明显 就是在遇到突发情况 遇到夹击 遇到防守变换的时候 及时出球 准备得很充分 对 那队的进攻空间越打越小 这个球是直接打到篮板的上脚盘出界外 整个上海队现在的信心不是那么充分 而且他在进攻这个方式选择上我觉得也有点不是非常的明确 那么这个刚才这种进攻方式应该也不是这么你的特点 他应该是去侧应啊去突出来打 包括分给他去投一下 莫里斯再次命中莫里斯似乎对防守就是没有什么感觉 他这个投篮出手非常高 这一球是美队先犯规 刘伟被砸倒在地 但是双方都比较友好 没有产生更多的联赛的问题 谁知地医的给请就换人 连接换人 人战区换上 换下王宵辉 看这个球应该是摔的比较重 而且他是在出手以后 这个莫里斯盖完之后应该是落到刘伟的身上 刘伟上发球线 刘伟的前面的发球还是不错的 对而且像这种比赛打起来对刘伟来讲就是比较困难 因为现在整个球要靠着他一个人 去组织还要靠他去突破 我们看他底线不停地给他掩护 这样打起来他会非常的累 在这时候在离留也不远的地方 阿里纳斯还是很无助的坐着 站在他旁边的是上海的队一 里根也是用一个非常怪异的姿势出手 最近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说 里根长得像当红的美极寒意歌手鸟书 那么网上也是有这个网友发出微博来 那么两个人去比较 确实是有点不光是神似 而且有点貌似 对形似了 这边马里被救球直接扑到观众棋 扑到啦啦队的队员身上 这个举动也让离着附近的球迷和观众都吓了一跳 全跑 跑是跑出来了 但是最后完成了这一下 上海队今天这方面问题非常突出 看这刚才这次进步就是 说像马布里这种突破 那么在上海队来讲就非常少 就是非常有效的 你必须要有中锋来协防 一不协防就上完了 这样的话这个球打进打出以后 对这个防守整个找人特别困难 你才有最后的这个外线的这个后面的机会 没错 看还是刘伟在不停的跑动 那么等于是他给这个 给葛阳造了一次投篮的机会 那么我觉得应该是应该正相反的 对没错 那么刘伟整个远头啊 包括伐篮 他的这个命中力不错 那么我觉得现在上海缺少这种 能够去给其他人创造主动 创造机会的这种球 比根是得分了 这样到目前为止 北京队 没有上场的仅剩下谢力宾一个人 而没有得分的 现在是四个人 就像李直到所说 今天北京队得分非常平均 点比较多 这样作为防守来讲 让你控制起来就比较难 嗯 这边再传出来 汽车的中投再重 现在北京队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越打越有心情 越打得很合理 第一位怀错 高方规 刚才马迪斯队里几个坏人 每个第一位几个坏人 长风风被赶小车 这结果山传这个我看下来 上这一道 好 今天怀藏的上个赛季 应该是在下落的 山猫队效力 加上 在这场比赛整个的 这个球员那么给我的印象是 就是兢兢业业 对 扎扎实实 而且他不像其他这些外园 就是说 这么爱说话 对 他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讲 而比较沉稳的 而且他的得分手段比较多 我觉得应该随着时间的推 他应该是一个 在球队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球 而且是一个 会起到很好作用的一个球队 现在的问题就是 对于上海队的问题就是 谁是那个下面 接下来那个外员 是阿里纳斯继续保留 还是说 他不能打了 上海队要换一个外员 这就是 可能会让上海队的管理层 包括姚明自己会比较偷偷 因为当时我觉得 作为姚明的人来讲 那么你在选他之前 你一定要把这个想清楚 对 因为之前在国内 我们有很多这种例子 大盘也很多 我们看现在镜头是给到阿里纳斯 他旁边的就是队一 看来是不会再登场 不知道有没有神奇的事情发生 现在24分的差距 在开局的时候 我们讲到他说 我觉得他的这个体能保持得不错 从整个身人的身材来讲是不错 但是我觉得 那么如果你打了这么这么这么短的时间 就拉伤拉的这么厉害的话 那么不知道他的这个整个训练 是怎么样去完成的 马布里突破造成葛阳的犯规 里根的利用极乐的掩护出来投三分没有中 刘子秋 放下还是给DJ怀特 这球停球了 好像会防 刘子秋 虽然不说话 但是这个表情还是 还是很郁闷 很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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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其实 踩在了吉泽的脚上 现在的上海队的内线防守呢 显得比较被动 甚至比较忙动 就是吉泽这样接球再出手 两个人去封盖 而且是两个人最后都没有说真正 是去影响球 而就是最后奔着人去的 对 他整个球队在这个防守当中是比较晚 那么外线你可以随便在进攻区 同样内线也是随便在进攻区域当中接球 这样的话你防起来肯定就犯规多 71比45 26分的看 双外援对上海的影响 的确非常之大 果羊是要给刘子秋传球 但是刘子秋还没有跑到位 两个人之间产生了不默契 而且这个传球把广告牌砸坏了 叶京的广告牌砸的有一块已经无法正常显示了 而且看上海的球员似乎从表情上来看都已经接受了现在大比分落后这个现实就是能打成什么样我打成什么样的对 那么我感觉刘伟在被换成下场之前我觉得他们只有刘伟在拼命拼就包括这个怀特 朱远希今天手感并不是那么理想 到现在为止他得了三分 我觉得这个赛季作为他来讲也是对他来说也是一个考验的一个过程 那么上赛季从大家都不知道他一切发挥这么好 包括又进国家集训队 那么这个赛季怎么样去能够调整好这个心态 能够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去融入这个球队 给球队提供更大的更多的帮助 我觉得去年他起的作用一个是他的远头 另外一个他实际上是把整个广东队的防线拉远了 那么有他这个点在外线 广东队时刻要照顾他 这样的话才让马布里啊 让这些外线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突破 包括把篮下整个这个区域能拉开 现在上海队场上的队员是张兆旭 王勇 刘子秋 怀特 以及葛阳 记者 这个球也没有能够投中 这个球掉内线 这个球是看有效 再看一边慢动作 这一下先犯规之后 除了裁判认为他是有连续的连贯的连贯动作 进攻趋势以外不可能是有效的 反正 裁判这么判罚 我们也是接受 因为从一个现实的问题来说 就是这对于上海的目前落后于北京队的状况来说 够不成太多的正面的影响 就这一分两分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 对 现在上海是根本的问题我觉得没有解决 对 干嘛不理 好 高头命中 股仆允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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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球应该是马不里从侧面过来应该是顶的 第一阀不中 其实怀特呢上赛季在山盟队效力但偏偏是那只创造了联盟历史联败记录的山盟队 由于现在山盟队呢赢的场数几乎跟他们上赛季整个赛季赢的场数一样多 所以离开山盟队的球员都背上了一个不太理想的名号 就是也许因为你们山盟队才打上我们队 我们看现在马不里连得四分 整个现在上海队不光是进攻区域的问题 那么现在你没有个人防守 是的 马不里突破一两次球就可以中投 那么这个原地在进攻区域接球还是两分区域还是可以接球 里面又是被盖下来北京队的防守特别是补防效果特别好 又是马不里传到跟进的里根手里 直接一个批扣得分 再看一边慢动作 盖下来之后马不里迅速手掌弓 而里根非常积极跑动 一个不看人传球 说明里根现在慢慢地在融入北京队 对 他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现在来看他不能单纯从得分多少来看看 还是要看他能不能够很快融入这个球队 包括给球队能够带来多大的帮助 这边韩仲凯呢替朱延熙上来 基本上需要一个恢复手感的过程 因为下场已经挺长时间了 大不里再给吉哲 没进 但是前场篮板仍然被北京队抓在手里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打球非常积极 而且这几个年轻队员不犀利 对 要进 吉哲 今天拿到了17分的高分 仅次于莫里斯 尽管DJ怀特拿到22分 而且是有20加10的表现 但是 对于上海队来说背水车心 比这坏特几乎是一个压哨命中 但是比分差距太大了 对他这个球员个人能力确实非常强 但是上海现在整个总体来整体的进攻没有没有解决 包括防守上 三秒钟 打进 韩中凯把球打进了 有效 这样的话 81比56 25分的差距 北京队在首场 加冕一试之后 气势如虹 我们也是超市休息 来看双方的最后一届 不过最后一届 应该是悬念不大 如果把球打开 跟我们去也会 好